俄乌冲突的问题 大家很关注中方的解决方案 或中方的一个态度 刚好呢 因为习近平主席正 前两天跟这个拜登 有了在APEC场边有了一个会晤 但今天跟大家提一下 今天呢 习近平主席呢 是前往巴西进行访问了 同时我们再关注一下 他和拜登总统会晤的一些内容 中国外交部呢 是分两次发表了新闻稿 一次呢 是在9点46分 一次是在10点钟 10点钟这个发布的 外交部发言人全面介绍 中美元首立马会晤的一个情况 这个有很多东西 值得我们来进行关注 第一个我先把这个框架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老师在他微博上 整理的一个框架 提到的就是中美关系 2021年的大厦穷顶 2022年的大厦的基座 2023年大厦的支柱 再到这一次 习拜最后一次会晤强调的 双方要继续为中美这座大厦天砖加瓦的七点经验和启示 这个大厦的构造 我一会儿想请老师来帮我们做详细的解读 还有一个呢 就是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一张图 这次谈到的问题很多 而且很直接 谈到的一些重大问题 中方的立场 我已经跟大家标出来了 同时下一张图呢 这边也给大家整理了 中美上海公报 也就是中美第一份联合公报的内容 大家去和这一次习拜的中方的联合公报去比起来 中方的措辞和态度和上海公报的感觉非常像 都很强烈 我想请老师再对比 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首先从中美第一个联合公报以后 中美双方历次发布的这些文件 尤其是涉及到中美双方首脑峰会的这样一些新闻报道过程当中 分歧或者说不同意见 一般情况下不会特意标出 不会说专门说一段 说我们还是有一些分歧的 但是在这个分歧的问题上 中方的原则立场是什么 然后一二三四 然后以前的那种表达方式当中 他即使这些一二三四的点 这些问题他都提及 但是他前面不会有一个自然段 专门说中美双方之间 还是存在分歧 这次他单独用了一个自然段 就一句话 中美双方有一些分歧 分歧是客观存在 然后后面加说我们对此这个问题 有什么的态度 接下来一二三四 这些分歧都列出来 这是一种非常用外交措辞来讲 很坦诚或者叫做坦率的态度 坦诚和坦率就是 这个事情上我不忍了 我要跟你把话讲清楚 在这几点上我的态度是什么 这些态度我是不会改变的 我也是不会让步的 那你如果不接受 你一定要硬杠 那么大家就正面硬杠 你如果接受尊重 用那种补合大家之前 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框架当中的 那种沟通和理解的方式 去进行这种所谓建设性的探索 那我也欢迎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大厦的这个比喻 从穷顶支柱地 这基线就是地基 然后再加上这个七点共识 就是所谓取得的成就 这种描述 我印象中没有出现过 第一次 就是说我们一直讲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 好像就是中美关系 就是一个中美关系 一个双边关系 然后里面有很多议题 议题一 议题二 议题三 议题四 然后有些议题是比较重要的 是核心议题 有些议题是重大关切 有些议题是大家合作的这个东西 一般是这种比较 平面化的 就是列举式的这样一种叙述 很少提供一个结构 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一些结构 最多就是反复强调 所谓红线跟底线的问题 然后这次的这个语言 就我没见过 就在我看到的中方的这个外交文件当中 没有见过 而且他这次的点非常特别 他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 专门就双方在立马进行的首脑峰会的细节做进一步的情况说明 我的理解就是 我深怕你们这些新闻媒体 没看明白 我深怕这些话 我没有讲清楚 或者说因为某些原因 比如说会面时间比较短 我说了 你没有get到我的点 我得把我的点重新再明确一遍 这不是新闻媒体报道 这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提供的官方表述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这就是一份政策文件 这个政策文件的出台 甚至都不是外交部一个单一部门能够决定 最高领导人要批的 这就是中方的一个明确的表达 我跟拜登谈了什么 我想表达什么意思 以这个为准 因为这是书面材料 它不是口头门 然后这个里面讲到的每一段话 每一个字 理论上就等同于我们的国家最高领导人 对美方国家最高领导人 面对面讲的话 但他们会面没有那么长时间 所以很多话可能就是有一些 什么笼统性的表述 但是我要点到的这些点 全部到的人里面 以这个书面的为重 然后在这个书面的形式下 就是现在中方领导人 对中美关系的认识 就是一座大厦 就是一间房子 这个房子的屋顶 这是新的三原则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云 这是总的方向 意思是 我没有兴趣去搞你 我也不想走互相之间打来打去 那种崛起和霸权之间的挑战游戏 而且直到今天 不管你是怎么对我的 我仍然认为中美双方合作起来 是可以共同获取好处去做大的 然后这种房子 什么时候会塌 有基线 房子的基础如果动摇了 整个房子就塌掉了 所以就有四个问题 这四个问题上没有讨价还价的预定 台湾问题 民主 发展道路 还有政治制度 就是说这些事情上你别来碰我 碰了这个房子就摇 整个中美关系就出现波动 然后有了房子的顶屋顶 整个的一个大方向 有了这个基线之后 有几根支柱把这个房子撑起来 列了五根支柱 这个在中美关系当中也很少去讲这些东西 就是非常细话的跟你讲 如果你要把它撑起来 这五根支柱是要加强的 是不能减少的 有了屋顶 有了地基 有了支柱之后 整个房子就稳了 稳了以后 中美关系要发展的好 要往前走 那么在里面要遵循一些原则 有一些基础性的东西 这些基础性的东西 在历次的首脑对话当中 都向美方提及 所以一方面你可以把这东西理解为 在过去四年 中美关系互动交往过程当中 中方对于中美关系的一个系统性的总结 这次拜登要求和习总见面 其实说白了 就是拜登的外交遗产最终成型 就你这四年 在中美关系当中 你作为美国总统究竟干了啥 形成一个历史 给历史一个交代 那行啊 中方就给这个东西给你 同时这个东西不是给拜登的 是中方对于中美关系的一个总体性的认识 因此这个东西也是说给拜登的继任者 就是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团队听 那不管我不管你们美国国内的游戏啊 那这个党那个党 你上台他上台 但是在外交上 不管谁上台 你都是美国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中美之间的关系 不是领导人的私人关系 美国也不是你这个美国领导人的私产 作为这两个国家 我现在划定的一个总体战略性框架是这样的 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你接受或者不接受 你如果接受了 中美关系可以保持稳定 你如果不接受 中美关系会形成动荡 你中美关系要从动荡重新走向稳定 你还得回到这个框架下来 我也不会再跟着你天马行空 想一出是一出 到处那边去跳脱 所以他那个房子里面画的那些东西 议题是功能性议题 是领域性的议题 比如说台湾问题 就是一个单独的议题 非常清楚 他和别的东西 没有什么太多重叠和交叉的东西 那些指导原则和屋顶 是原则性的指导原则 他不是具体做法 他不是说 我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做 你可以在符合这些原则的情况下 形成你的东西 就是所谓给中美关系这个大厦 去添砖加往 我们是强调中美关系的延续性的 是 你美国也不见得说 你上来了之后 你就把中美关系拆了 重新建一遍吧 中美关系的体量和重要性 不存在你用拆家以后 从零开始再画一遍的这样一个过程 是 而且历史经验证明 这个东西概括出来 中方是对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长期发展的一个系统性的总结 那这个是建立在同时也发挥了中方在这个制度政策和战略上的这种延续性的优势 我们是优势叠加的 然后慢慢形成了这么一个框架 我们认为这个框架是一个比较优化 甚至就是一个最优化的框架 在这个总体框架下 中美关系在寻求向前发展 然后你要去改 你要去变化 随着时代的变化 双方客观的有一些利益和认知也发生了改变 没关系 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迭代 你不要动就直接把它扔到一边 然后重新再来一边 这个用这种方式 中方相当于试图给新一届美国政府去推动中美关系的这样一种互动 去画一个框架 把它约束在这个里面 同时提前把中方的一些认知想法和信息向美方进行传达 希望你不要浪费时间 重复去做一些无用功 比如说你要重复冲撞我们的地基跟红线 那我也许就没有那么多再费口舌的事情了 要干呢你就干 那我就奉陪到你 所以这方面虽然看上去这次讲话它比较柔和 但是符合这个免礼藏针这种特点 是所谓戴着天鹅绒的钢铁手套 就底子我是很清楚的 但外面我面子上给足 因为外交大国外交的特点 其实就是戴着天鹅绒的钢铁手套 大家都有底层利益 但是面子上有一套维持双方进行稳定的东西 你不用弄到火花事件 因为你这种火花事件到最后大家都看着提心吊胆 对吧 而且经验事实证明 大国之间这种莫名的因为国内政治的这种变化 而引发的冲突 所以就是美国你换个总统重新就要来一遍 反反复复 就是围绕那条线在那波动 而且再生猛的美国总统 你事实上也不可能跳出中美双方客观的力量对比和利益结构 所塑造的这样一个框架和边界 你跳不出去的 你最多在语言和行为上有一种行为艺术式的这种夸张 你投铁 你去撞 但是到最后客观利益和客观力量对比会把你重新拉回来 站在中方的角度 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因为你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对吧 隔个几年就要选一帮新的人进去 我这就弄得跟个培训班一样 明明已经弄熟的事情 重新新手要再来一遍 我为了降低交易成本 我就先把这个FAQ就已经给你换好了 基础支持也给弄了 学不学是你的事 但是我话已经撂这 你后面再过来跟我莽撞 撞疼了 那我不管 反正回到这个框架下 中美关系就是稳定 这个显示在整个中美关系的建构 中方的自信 中方的系统性思考 和中方的主动性都在显著提升 以前一般认为这个东西中方是应对性 就是说我们大体上做个表态维持原来的政策不变 然后美国人啪啪啪去弄了之后 我们在每一个这种变化的点上跟他进行回应 现在是我们跟你把这东西已经弄好了 然后简清楚说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如果你在弄的话 会按照这个框架去回应 而不是说完全随着你起舞 因此你这个可以看成是中美关系 进入到一个全新阶段 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当然有一点遗憾 我不知道基于什么原因 好像大家更加感兴趣一些具体性的议题 在新闻传媒当中 对于这个框架的讨论好像不多 可能是文化差异或者什么原因 没有人在讨论这个框架 但事实上提出这个框架 如果你愿意用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去讨论中美关系的话 可能这个框架本身比任何单独议题 它的重要性都要更高一些 是 我看外媒 外媒大家去关注一下苏利文的一些整理 还有外国媒体的报道 其实提到这一点非常少 他们着重在提什么呢 着重在提台湾关系当中 拜登有回应说 他可能在现任之后 因为有接受到一个邀请 他会去台湾进行一个访问 但是他前脚才硬气的说 我不支持台独 这是外媒比较放的一个重点 中国大陆比较放的一个重点 好像是关于人工智能 是否能控制核武 核武器库 中美援手达成共识的这样一个特点 但是就您所谓的这个框架上 我是沈亿老师点出来的 这个大家就是从2021年到2024年 中方一直以来把对美国的要求 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框架 就是这个问题 从就是说你可以理解嘛 就从这个报道上来说 这个美方塑造他得分的点嘛 得分的点就是在中国面前表现出了这种 强硬的态势和形象嘛 对吧然后再创造一个潜在的这个预防 就是说万一拜登真去了 你也不要跳 为什么卸任美国总统去台湾访问 有先例举了一堆 前面还去过四个一般民主党多一些 那个共和党有没有可以再去查一下 而中方这边的讲 就是美方那边也有一些境外媒体也报了 就关于人工智能的这个点 人工智能这个点呢就是应该是 算是拜登政府这个在2023年就金山峰会前后那段时间提出来的中美双方进行沟通对话和交流的一个新的合作点 就是说原来这个问题大家是不谈的 这种中美关系这种竞争的状态 所谓竞争的状态就是 我一边搞中国的科技企业 一边把这个制裁清单搞得越来越长 我一边呢还能控制中国跟我进行谈合作 并且这个合作呢 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呢是有保障的 而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进去之后对美国家利益是 对吧 我至少消除了个潜在的威胁嘛 那我就无中生有了这么感觉有点 我如果说没事找事就不太好听 就是创造性的范锁 并且点出了一个合作的点 让大家有机会坐下来聊一些天 然后达成一些共识 尽管这些共识可能就是 即使不坐下来 其实我没事怎么干 但是anyway现在是坐下来以后我们怎么干 那么站在中国的角度嘛 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的其中一个看法就是 会谈就是建设性的 你愿意坐下来谈会是好事 那这个其实在传播当中 其实中方是吃亏的 但这个吃亏就是姜文在那个让子弹飞里面一句话 就老实人就该被枪指着 反正你是好人吗 你是负责任的大国吗 那你就好好谈呗 对吧 就当然从中长期来看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中国的追求 也是有好处的 你不能说完全是个坏事 因为这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中国到最后要变成一个怎样的国家 你如果不是说想变成第二个美国 要带来一种不同于美国的 这种大国的这种战略的风格的话 那现在中国表现出来就是 向大家展示什么叫负责任的大国 因为如果你真的完全快意恩仇呢 从中长期来看别人就会问一个问题 那你这样做跟美国有什么本质区别 你就是准备朝着变成一个新的美国方向去走了 那这个对于中国来讲 在外交上其实是不利的 说实话是不利的 因为对于很多国家来说 美国会怎么样对我们 我们已经受够了 我们也非常清楚 如果最终你中国给人的感觉是 最终的最终你中国是变成一个新的美国 那我不好意思 我就让你出现的慢一点 我就跑到美国那边去 或者说怎么样 对吧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应该说中国采取了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去处理中美关系 去构建 或者说尽可能的表现出 就是我面对美国这么一个流氓的 这么一个对手的时候 我仍然是如此负责 不然就是这样的情况 对就像你刚刚提到那个框架 给我的感觉 沈云老师刚刚的解读 就是中美还是要打交道 面对这样的一个巨婴 我就给你开卷考试了